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继续给大家报奖 盖尔泰宝 上面几集呢 为大家介绍了 关于二者末期和后期 德国纳粹战犯 从欧洲去南美的逃生网络 它背后所牵扯的那些人和组织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牵扯到的人和组织 是很复杂的 而且对于他们来说 帮助纳粹战犯逃生 这是不能曝光的地下行为 一旦曝光之后 就会形成巨大的丑闻 因此呢 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就很难被清楚地挖掘出来 于是在上个世纪 70年代初期 著名的纳粹战犯猎手 西蒙·维森塔尔 他就写了一部小说 或者说是电影剧本 叫做《奥特萨档案》 那么这部作品 就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那么关于这个 奥特萨网络的描写 维森塔尔就参照了战后 纳粹战犯逃生网络的 一些真实情况 来作为素材 比如说这个组织 他是以奥地利地区作为基地 那么很多纳粹分子 转入地下 再比如奥特萨网络 是把逃亡者 引导到罗马的天主教 逃生路线 不过呢 维森塔尔他只提到了胡达尔 并没有提到德拉加诺维奇 维森塔尔还强调 奥特萨组织 是得到了盖兰组织的支持 维森塔尔这个作品呢 就让很多人 对奥特萨这个组织产生了兴趣 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办法证实 真的有奥特萨这个组织存在 袁锡德的外交官海恩茨 施内鹏就曾经专门写了一部著作 叫做奥特萨和维亚特帝国 时代史的神话 来否定奥特萨组织的存在 施内鹏认为 奥特萨的神话 最终满足了基地需求 一方面呢 对于很多第三帝国 最顽固的支持者来说 二战的结束 产生了他们内心深处 深刻的精神真空 尽管他们的世界 已经成为了废墟 但是这些忠诚的纳粹分子 他们仍然相信 他们所热爱的 过去的永恒的 坚不可摧的德国 会幸存下来 所以他们的任务 是要在战后时期 继续维持纳粹的理念和实质 因此呢 1945年之后 随着第三帝国的废墟 这些顽固的纳粹分子的忠诚 就从希特勒的身上 转向了德意志精神 那么由于这些顽固的纳粹分子 他们没有办法 在德国本土 实现他们的梦想 所以他们就幻想着 可以在异国他乡 重新建立一个纳粹帝国 那么要实现这个目标 就必须要有像奥特萨组织 这样的秘密的人口走私组织 来提供服务 以便真正的运送纳粹分子 和他们的主要领导人 到他们的亲家 而与此同时 那些曾经被纳粹 所针对的种族和政治团体的成员 他们时刻害怕着 纳粹主义将会重生 而事实上 纳粹主义也从来没有 真正的彻底消失过 而这种对纳粹重生的恐惧 也让这些仇恨纳粹的人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可疑的蛛丝马迹 甚至会人为的放大 任何一个蛛丝马迹 这就被奥特萨组织的存在 提供了土壤 而且像奥特萨组织这样 深藏在幕后的阴谋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剧情 因为它会建立在令人兴奋 觉得有趣 往往是戏剧性的前提之上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 维森塔尔是怎样描述的 奥特萨组织 按照他的说法 1947年在奥特萨附近 一个由党委军和盖尔泰保 主要成员所组成的 世界范围的秘密逃亡组织 就以奥特萨的名字成立了 这个组织提供了一个紧密相连 运转平稳的逃生网络 所有的纳粹逃亡者 都可以在这个网络中 每隔40公里 依靠一个联络点 在所谓的路线上 奥特萨显然在梵蒂冈 和意大利当局的协助之下 首先把逃离纳粹的人 偷渡到烂纳亚和罗马 然后从那里送抵南北的阿根廷 那么这个组织 不仅致力于将纳粹罪犯 运送出欧洲 它还积极的寻求 通过渗透到国家地区 和地方各级的政党和政府机构 来从内部破坏 西德联邦共和国 它努力的在经济司法系统 和警察领域 获得立足点 这个组织的成员 会试图拖延 对纳粹罪犯的调查和追捕 或者在某个特定案件 进入到司法程序之后 奥特萨组织会确保 每个被告 都能够获得最好的辩护资金 在整个战后时期 奥特萨组织 也成为了新纳粹活动的 狂热组织者 还有说法呢 说奥特萨甚至不断地 和以色列进行地下的作战 寻求挫败 以色列突击队的行动 并且暗杀 以色列的特工 另外奥特萨的成员 定期会在酒店 和咖啡馆秘密聚会 从而制定计划 结调行动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织 必然需要资金 奥特萨组织的资金呢 是实施最终解决方案期间 所获得的资金利润 这些资金存放在瑞士 等中立国家的银行 随时可以使用 另外 在整个阿拉伯世界 奥特萨用偷来的武器和弹药 交换大麻和鸦片 奥特萨和各个黑手脑网络 都进行合作 然后在全球市场上销售毒品 那么这样的描述呢 虽然会在大众的面前 展现出一个庞大的 神秘的 令人好奇的地下组织 但是严肃的历史学家 都反对像奥特萨 这样组织的存在 因为在二战之后 不仅是德国境内的 众多政府和非政府的机构 而且在世界上 其他自由国家里 也有众多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 对于哪怕是最轻微的 法伊斯主义的煽动 都保持着密切的关注 一个像奥特萨组织这样 神秘的 广泛的 并且十分活跃的 纳粹的全球网络 实际上能够开展它的工作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有能力 睿智的领导人 能够坚持数十年 在地下去领导一个组织 那首先 他必须能够看到 获得权力的前景 而这样一个纳粹组织 他想获得权力 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呢 那些逃亡的 著名的纳粹分子的传记 后来纷纷出版之后 在上面 史学家并没有看到 有任何人提及 有这样一个奥特萨组织 向他们提供过援助 那么当然坚信 有奥特萨组织存在的那些人 就提出 这些著名的纳粹分子的 逃亡故事里 有着相似之处 其中最明显的 就是身份交换 因为身份交换 对于他们的逃生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这种身份交换 经常发生在 不同的时间点 和不同的地点 比如说从时间上 有的人是发生在 第三帝国崩溃之前 有的人呢 是发生在居留营里 或者是出狱之后 或者是越狱的时候 那么根据现在 更多的历史档案的揭秘 我们可以看到 某些商业人口走私组织 红十字会和天主教会 的确出于各种物质的 和人道主义的考虑 向这些纳粹的逃亡者 提供过援助 有的时候甚至 不同的组织之间出现合作 但尽管如此 他们帮助逃亡者的努力 其实有的时候 是协调一致的 但并不代表着 有一个把握全局的奥特萨的组织 在进行统一的协调 那么引发奥特萨组织 这个猜想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是来自于马丁鲍曼 马丁鲍曼是纳粹党的总书记 他和第三帝国的其他领导人一样 在1940年夏天的时候 他就得出了战争必然失败的结论 他本人和其他纳粹的高层一样 一旦被捕 就有可能面临着处决 那么未来生存的唯一希望 就在于利用自身的资源逃离欧洲 所以马丁鲍曼就认为 绝对有必要 把纳粹的巨额财富带出欧洲 并且进行安全投资 整个工业都必须转移出德国 纳粹的主要公司 必须在海外扎根 来避免贪婪的赔偿金 数千名的纳粹战犯 需要援助 才能够离开第三帝国 并且安全地躲藏在海外的土地上 准备有机会让纳粹重生 那么为了确保和协调 这类行动的财政支持 马丁鲍曼在1944年的夏天 在斯特拉斯堡就召集了一次 由商界领袖 以及战争和海军部的高级成员 所参加的秘密会议 而这次会议呢 希姆莱和希特勒并不知情 这次会议的成果 据说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巨额资金 隐藏货币 黄金储备 最终都被移出了德国 除了为海外的德国纳粹公司的 经济安全和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外 这笔钱 显然还用于资助 这些纳粹战犯 能够通过秘密的逃生网络 实施逃跑 不过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会议存在 一直是史学界的一个争论焦点 很多据说是这次会议的参与者 后来都死亡或者是关进了集中营 而这些人呢 和他们所代表的部门 都根本无法证实 曾经参与过这样一次会议 再也就是 据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时间 是在1944年7月20 这个时候呢 军队几乎成功刺杀希特勒的 那次事件发生 仅仅是几周之后 这个时候呢 希特勒对于所有反对他的 或者是背着他的秘密活动 是深恶痛绝的 一旦发现 就会无情的打击 那么以马丁包曼的谨慎性格 他怎么可能冒着极大的风险 背着希姆莱和希特勒 召开这么多人参加的一次秘密会议呢 再也就是 1944年的整个秋天 当时第三帝国 只用了少量的黄金和外币 来为战争提供资金了 所以从德国转移大量资本的想法 似乎也不大可能 再也就是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想把大量资金转到阿根廷 也是非常困难 1944年1月 阿根廷和第三帝国已经断交了 并且在1945年3月27日 实际上对德宣战 而且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 迫于美国的压力 阿根廷已经限制了和纳粹德国的贸易关系 以及银行和金融的交易 外交关系的破裂就切断了德国公司 和他的阿根廷子公司之间的重要联系 在阿根廷对德宣战几天之后 德国公司的所有分支机构 以及居住在阿根廷的德国公民的财产 都受到了阿根廷国家政府的控制 战争结束之后 这些行业都进行了清算 在这种情况下 阿根廷很难成为 转移和隐藏纳粹财富的理想场所 阿根廷的执政者毕隆 在整个战后时期 他的确表现出 他想获得德国人力资本的渴望 但是毕隆的政策 主要是基于阿根廷的民族主义 而不是要帮助帝斯帝国 在阿根廷生存发芽的 在毕隆掌权的时候 阿根廷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向盟国大量出口农产品 而成为当时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为了保持这种繁荣 毕隆认为他的国家 需要通过工业化 来建立更加多元化的经济 而这种经济变革 就需要阿根廷根本没有的熟练工人 但是可以通过欧洲人 特别是德国人 来获得这样的改变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毕隆帮助德国的纳粹战犯 他是从实用主义者 和机会主义者的角度来出发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二战之后 很多移民到阿根廷的 德国的技术人员 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 是没有明显的纳粹倾向的 数据统计呢 那些在阿根廷的德国人中 实际上在纳粹的统计机构里 曾经担任过要职 并且在德国面临行事指控的人 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 只占移民总数的2%或者是3% 与其说匹隆政权是专门在帮助 纳粹战犯 倒不是说匹隆政权 是在专门的帮助德国人 那么为什么关于奥德萨组织的 这个故事得以广泛的传播呢 首先提出这个故事的 维森塔尔本人 他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 他的一生都致力于 记录纳粹的罪行 和追捕纳粹战犯 他始终相信纳粹正在秘密的潜伏 计划了将来卷土重来 那么维森塔尔有这样的想法 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呢 像二院结束之后 美国的财政部长 亨利摩根索 他也认为奥德萨组织 是真实存在的 他只说奥德萨组织 和所谓的纳粹卷土重来的 这种永远存在的危险 他之最强调这个呢 是想把德国永久性的去工业化 那像西德的左翼团体 还有东德 还有苏联 他们也支持 奥德萨组织存在的这个故事 从而煽动来反对西德的新纳粹运动的兴起 这主要是因为极右翼的纳粹主义 它是极左翼共产主义天生的四敌 而且呢 所谓的第四帝国的危险 也成为了美国在二战之后 对整个拉丁美洲 实施干涉主义政策的借口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 才让奥德萨组织的这个神话 有了生命力 实际上德国人在整个二战后期 向阿根廷的移民 根本无法构成第四帝国的电灵基础 也就是说奥德萨这个组织 它存在的首要目标 建立第四帝国 根本就是没有任何实际操作性的空中楼阁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情况 就是的确有帮助纳粹战犯 逃往南美的逃生网络的存在 但这种逃生网络基本上是出于 对纳粹战犯的同情 或者是因为人道主义而存在的小型网络 它往往不带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所以它的生存力是短期的 并且规模是有限的 根本无法和虚构的奥德萨网络相提并论 但是因为奥德萨组织这个概念 满足了大众的神秘猎息心理 所以一直经久不衰 除了最初的畅销小说奥德萨档案以外 后来在1976年 拉拉来文出版了精通小说 《来自巴西的男孩》 里面就提到了奥德萨组织 和在奥德萨组织的庇护下 逃往南美的魔鬼医生门格勒 甚至在最新的星球大战的续集三部曲里 主要的反派第一秩序 也是借鉴了奥德萨的概念 特别是关于纳粹分子逃到阿根廷 重建第四帝国的那种理念 不过按照现在史学界的共识来说 基本上否定了奥德萨组织的真实